今集《流行東京》 我會帶大家逛逛這個 購物熱點攝谷 會教大家如何逛逛 可以逛逛最後一分鐘 中央街逛逛逛這間連鎖唱片店 是朋友們在日本開到晚上12時 在這個唱片店對面的這間球鞋店 是開到晚上11時 還會教你逛最節省時間 和最節省腳骨力的購物熱點 走這條路子不需要兩分鐘 就上到這裡, 拍拖 喜歡購物熱點的你就跟著我 一起走雲攝谷 攝谷是東京一個購物熱點的勝地 不止香港人喜歡來這裡掃貨 連日本本地人都很喜歡在這裡榴槤 因為其實攝谷除了很多百貨公司 和娛樂場所之外 它還是一個貫通東京都近郊地方的 加回點, 除了JR火車和地鐵之外 還是東急東橫線的總站 還有兩個巴士總站 所以很多日本人在下班、放學之後 都會在這裡逛一會兒 或者吃個飯才回家 火車站出的這個狗仔神像 其實是攝谷的一個等人的地標 你看到身邊呢 站滿了, 人都在這裡等朋友 相等於我們香港銅鑼灣的 國安百貨公司門口 下次約朋友來購物 記得在這裡等, 最方便最容易認 這個中犬銅像 其實背後有一段真狗真事的歷史 它叫Hachiko 當年就在攝谷站門口這個位置 每天送它的主人上班 然後就一直坐在這裡 等它的主人下班回來 陪它一起回家 直到它的主人有一天過了生 它都不知道 還每天繼續坐在這裡 然後日曬雨淋地等下去 直至自己中老為止 日本人為了紀念它的中心 就給它起了這個銅像 慢慢演變成一個等人的地標 現在它一點都不寂寞了 因為每天都有很多人 陪它一起等 車站出來一個 蜘蛛網一樣 米字形的十字路口 怎麼走呢 不如今天試試跟我走 那個特工廟很厲害 我覺得你們先 안돼 運算連 buddy或離開 真的很想… 鼓勵三妹 讓你們二口 你們 PUBL comunque 但是學生吧 然後抱過 那邊你把感覺賣給大家 Real, 但有應酷 如果有機會眼神 通常店舖只有三、八點 如果你逛完街, 吃完飯, 沒去做的話 你可以來這裡選唱片, 選到十二點 我說不提你一個小貼紙 在唱片店對面的這間球鞋店 是開到晚上十一點 是十一點, 吃完飯之後還可以來購物 其實Santa街除了多小店 主要都是食店的集中地 而且開得很晚 但如果來攝谷逛街 當然是逛它的百貨公司 沿著這條公園通行上去 會經過幾間百貨公司 有這間專賣攝谷系時裝的商場 走上少少就有這兩間 很多香港人喜歡走的 MARUI 0101 除了本地的大型百貨之外 還有幾間外國品牌的專門店 在這幾間店鋪旁邊 就是離得攝谷必定會走的PACO 這間PACO分開PART 1、2、3、3棟 PACO分開рей Junior PACO分開車 АPACO分開市場 PACO分開到A潭房 最重心是攻開車 Hish Tem GE 是波子機店 記住在這個路口 從波子機店這個方向轉上去 在一條捷徑上巴克 中間還有很多東西看 穿到進來這間化貨公司 還有這間眼鏡店的中間 這條小巷就是捷徑 這條叫Spain Saka, 西班牙街 不要小看這條窄窄的巷子 裡面有二十多間食店 有齊各式各樣的美食 而這間落地爐的意粉店 在這條街這麼多年都押納不到 這間意粉店為何攝骨這麼多年 都押納不到呢 除了它有正常的意大利粉食之外 看到了 它在分門別類有很多種不同的選擇 有糖尿醬 和風味 cream sauce garlic sauce 即是酸溶 meat sauce 肉醬 chili sauce 有餡料 有餡料 還有冷的 sparghetti 也有 而這邊就是自選的 sauce 和topping的sparghetti 有tomato sauce cream sauce 豉油 豉油即是和式的選擇 還有papuronchino即是橄欖油 這個是正常意大利式的 topping有這麼多種 有bacon即是煙肉 腸 蝦 雞 魷魚 蜆 和zuna 還可以混合和配合 任你自己自製你喜歡吃的 sparghetti 有這麼多種選擇 所以摺谷的人是吃的都不要的 這個pizza誠意推介給所有女士們 這個是一個集合了前菜 和主菜於一身的pizza 這個是沙律pizza 是沒有肉的 表面是沙律 底部就是pizza皮 適合減肥的你和我 先試一下 因為有些蛋黃醬放在表面 因為有些蛋黃醬放在表面 加上底部的pizza味醬 是鸟鸟這個紅白的醬汁混在一起 甜甜的甜甜又鹹甜甜的甜甜 還有日本的蔬菜真是很新鮮 這個pizza味醬汁外面很少機會吃到 是甚麼來的 是納豆來的 納豆sparghetti 納豆是日本一種很健康的豆類食品 變成了西式的pizza味醬汁 看過樣子都知道很健康 很多人嫌的臘味臭 但其實是很好吃很健康 好像臭豆腐一樣 都是臭但是很好吃 很香 沒有很多味道很好吃 真材實料 很香的臘豆味 吃滿了納豆碎在上面 混合這個pizza味醬汁 絕對是和風的pizza味醬汁 外面吃不到 這個納豆意粉只不過是690日圓 這個沙律pizza是950日圓 又便宜又好吃又值得吃 所以這間店舖在攝谷區日納 這麼久就是這個原因 除了主菜之外 這裡的甜品亦是很有名的 就像這杯藍莓雪糕刨冰一樣 笑鼠一流 加上一些舉藥上去 又好吃又健康 這條街除了食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shopping的小店 請你一個提示 他比百貨公司開一小時 開到晚上九點 走這條街 不需要兩分鐘就來到這裡 parko 走完這三間parko之後 如果你狀言買不夠 繼續在公園通走上去 轉進去裡面還有很多漂亮的店舖 走到這裡看到這間美式連鎖快餐店 好嗎?轉進去 有加牛仔鎖泡的那條巷就對了 進來這個區域 除了有很多名牌店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二手三店 走上走下就找到了 就行了 這間店總共有四層 全部看真一點都是賣名牌的 原來是賣二手的名牌 在三樓這裡 你還可以拿自己的衣服過來買 去買天 沿著這條路走進去 就有幾間二手三店 再走前一點 就會見到這個牌子的專門店 這個牌子雖然香港都有 但它的cafe香港就沒有了 本人誠意推介 但來到這裡, 一定要嘗嘗它的French Toast 這間店是專門賣外國進口的名牌 雖然價錢比香港貴 但有些貨色香港是沒有進去的 所以如果你看哪些香港沒有的 貴一點也要買 下一節回來帶你去攝谷邊走邊吃 肉桂卷, 273日圓 這是冰箱砂糖 這個冰箱砂糖的表面很甜 混合就吃得更好 就這樣吃就很甜 這個朱古力很好吃 雖然它便宜, 只是140日圓 但它的濃度和甜度是剛剛好 Tylen 購了一個很有趣的 鑰aime肉桂卷 273日圓 很多草膠袋袋 這個形狀很精美的玉桂卷 273日圓而已 大概20港元左右, 很大 用小麥和雞蛋也有玉桂來做 這塊是甚麼呢?不是奶油 以我所知, 嘗嘗 是…是糖 整層都是冰糖 冰糖的表面是很甜的 混合就吃得好一點 就這樣吃就太甜了 這間店在全國都有很多分店 但我分後面這間 就是在舍谷的南口巴士站 對著就是巴士站 如果你走開舍谷, 走開這塊 可以特意過來買個 Cinema Roll 或者其他麵包都很好吃 除了正常的麵包店之外 這邊還有一間牛角包的專門店 我身後面這間牛角包咖啡是我來攝谷 都必定要來買個回去吃的, 為甚麼呢? 因為這裡是買以朱古力做餡料的 牛角包而出名的專門店 很便宜的, 很便宜 140日圓一個走過, 記住買一個來吃 這個朱古力, 摸一摸 吃一口你就知道了 這個朱古力很好吃 這個朱古力的口味, 味道較為好 雖然平坦, 只有一百四十英 但它的濃度和甜度是剛好 不會太甜, 帶一點黑朱古力 就是黑朱古力的味道 帶一點苦味, 但又不是苦 我覺得這個朱古力很適合男人吃 因為男人很怕吃, 很甜 所以… 韓國一定要買過來吃 還有它的酥皮脆脆脆 一層層 果真好像香港的酥皮蛋 好吃 還有這個限定發行的香蕉巧克力 牛角包 好, 貴少許, 貴30日圓、170日圓 香蕉加朱古力 這個組合非常受歡迎 甜品界來說, 先吃一口 沒錯, 真是整條椒在裡面 雖然是170日圓 但沒有交韓貨, 整隻香蕉是新鮮的 不是雪凍的隔夜 而且是有這麼長的一條椒 不是隨便撒碎上去的 很好… 我喜歡打碟的人, 天堂這裡有很多不同種類的黑膠碟賣 如果你還不とう, 你е outta妳 ب 走到差不多了, 腳有點累了 讓我介紹一間半露天的漂亮咖啡 給你們坐吧 這間咖啡最有名的是它的冰箱 這杯很特別的 是香蕉豆漿奶, 吃香蕉混豆漿 香蕉混鮮奶, 嘗嘗得多 香蕉混豆漿就第一次嘗嘗 香蕉很新鮮, 很香的香蕉味 其實像香蕉加牛奶的音樂 但是帶有黃豆的成分, 很有趣 這個奶色很香 這杯的名字很有趣 叫做維他命加鈣渣 Betamin and calcium 其實是什麼呢 原來是士多啤梨加西柚 這個味道很像乳酪 甜甜的酸 充滿維他命C 除了奶色之外 可以嘗嘗它這裡的希臘沙律 最特別是什麼呢 是它的製作 它的製作是用乳酪製作的 這就是一間吃關西燒餅的地方 但是關西燒餅燒得多呢 今天嘗嘗新的東西 向自己難度挑戰, 嘗嘗 關西燒年糕嗎 不是上海炒年糕, 是關西燒年糕 怎麼做呢 這就是煮東西吃, 是要先下油 先下油, 先下油 不要理會了 先下油 這樣就不怕煎鍋 然後先下材料 通常看任務都是下蔥 我們先來爆炸的鑊 有蔥、有青椒、有紅蘿蔔 還有洋蔥的 這餐廳不錯 有得吃有得自己玩 但可能很多媽媽們不太喜歡 出來旅行都還要煮飯吃 就是每天在家裡煮飯的難得 出外旅行, 原來出來還要煮 很簡單, 我也煮到的就很簡單 煙肉 把煙肉放進去 把煙肉放進去 好, 結果… 在煙片上都很容易 把這堆… 我 Cruyld在很容易 acute 由貌皮тер來用 把煙杯放進去 煙花這麼厚 把煙機拿來這樣 很美味 入不下 四年才會把煙亮 真的很vol extermin 放進去了 然後… 煙筋很厚 要做煙膚 washing 兩分鐘了 不知道有沒有焦 不要管了, 先翻 如果說是焦 不錯, 大家看到了, 是焦了 翻轉了之後, 再放另外的材料 就是芝士 因為芝士容易融, 所以不要太早放 把芝士放進去, 加點醬油 加點調味料, 加點辣粉 再加點胡椒粉 然後再蓋上它, 兩分鐘 樣子好像不錯 不錯, 不太焦 就是這麼簡單, 完成了這個 這個, 關西燒蓮糕 我覺得不太差 我覺得很不錯 不錯, 這個像鹹湯丸的味道 很多菜在裡面的, 上海的鹹湯丸 不過這個熱氣一點 我加了很多油 結果也是焦的 所以這個也就有了 好, 像這樣 具體的, 很好玩 可以可以吃到這間熱氣 好玩 看我只有它火力 給我熟食 要吃過 是啊 好玩 所以又要吃過 我看得到 很好玩 我看得很難 再加點鹽 好,然後倒入麵 好,然後加關西燒的醬汁 就是這樣 然後再加紫菜絲 加一點也不困難 完成了一個關西炒麵 如果你不懂得煮,不要緊 因為… 其實這裡有貓子 教你,提供給你 告訴你這個步驟是怎樣煮的 我一直看著來煮 好,我都可以做,大家都應該可以做 要做減肥 在下一集我會繼續帶你們在施谷玩通宵 帶你們玩人氣Disco 如果你喜歡聽Hop-Hop和R&B的話 就要來這間 這間是打progressive的 還有老友Yoko去帶我參加霍擊會 如果你嫌日頭買不夠 晚上還想玩得盡的話 就跟我夜遊東京 就跟我夜遊東京